高齡98歲的馬哈迪今天行程滿檔 遭上出席集會 效益接受警方盤問 他事後自我調侃 好像灌犯 甚至還把林冠英 扎西都脫下水 完整內容請繼續收看1月23日的《百革大事記》 晚上5時加訓 反彈位日前向前首相馬哈迪的兒子米展發出通知令 要他在30天內申報在國內外的動產及不動產 作為父親的馬哈迪 為兒子打抱不平 直言上述的調查根本是政治報復 為的就是要收集證據 把他控上庭 對此 通訊部長法米補斥 並強調上述的調查都是由法律依據 無關私人恩怨 首先 恩華壓根就沒有指示反彈會對任何被稱為敦的人士展開調查 法米也明確表示 團結政府從未干預反彈會的調查事務 但如果涉及到公款 政府就有權調查 與此同時 法米也不忘勸馬哈迪自我反省 應該給後人留下良好影像 而不是一再發表引起民眾恐慌的言論 說到馬哈迪近期頻頻陷入爭議的他 今天可以說是特別忙碌 他早上先是出席NGO集會 下午3點 就因此前發表的《華映義不中論》被警方問話 他在錄工後向記者申訴 自己多次被調查 好像灌犯似的 10天關於數題 10天 camp cukup mud好 要登記者的動態 就成為頓排場的情況 多次被調查成10次 還未不屬於避透的理性 10天 被調查成10次 一個不屬於避透的情報 後在未不分地 可能在很多人上 有選擇才會 有待避的情報 有關於事件的評論 有說法 跟不屬於避透誰的相關於避止 個人例子在三手段 例著例子 跟朋友說 他们有个证明,如果是在Kalpineng 被禁止, 那些都会被禁止。 这是一个证明。 此外,马哈迪也炮红。 如今政府不懂得治理国家。 要在我们生活的中心, 当中有很多描述。 稍稍稍是出发的是AKAT和主力障害。 我们对于公司工作和主力障害。 如果我们在公司工作和主力障害, 其他人的8.37個案都沒有問題 這是什麼樣的正義呢 梵棠惠此前證實 於本月19日搜查了一位單司裡頭銜大亨的豪宅 以調查45億令吉的供應和管理政府官車採購案 但對於這位單司裡的身份 梵棠惠則是暴密到家 對此巫統最高理事不愛認為這很不應該 因為這不僅阻礙到了人民的知情權 也將引起民眾的揣測和誹謗 不愛也重提 當初前巫統主席納吉的住宅被警方搜查時 數百張照片與視頻被公知與眾 所以為避免不必要的猜測 反貪會需要立即揭示受查者的身份 反貪會主席阿詹巴基昨天披露 該會接下來還會傳召其他相關人士註查 其中包括一位前財長 一位單司裡頭銜商人 以及一些政府官員 換個焦點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長尼可敏 今天在布城房地部發表新年訓詞時 敦促各地方政府不要隨意更改舊路路名 因為在他看來 保留路名不僅可以讓社會大眾知道 當地的歷史由來 也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經常記得 人家不知道 而後來選擇 我們不得要 那麼人人當有一個 alten人的正義 以中國學生рут不會失敗 另一方面尼革敏也披露 房地部在2023年一共落實5,196項民生項目 共耗資7億領吉 而該部門也放眼在2024年撥款7億8,400萬令吉 落實至少5000項民生項目 希盟曾承諾 一旦執政中央 將會按照聯邦憲法規定 歸還沙巴40%淨稅收 但至今遲遲未兌現 同樣是西蒙一份子的沙巴民同黨主席伊文貝尼迪 就促沙巴州政府向聯邦政府正式發函 所歸40%淨稅收 也是企業部長的他直言 或許在介者會 國會和州議會演講中 都有提到此要求 但他相信州政府 從未向聯邦提交正式的鎖長信譚 伊文透露 他最近與沙巴首長哈執之會面時 已經提出了這項建議 此外 在他看來 儘管聯邦政府已經敲定 今年7月前落實沙巴40%淨稅收的機制 但以為該機制技術性高 因此他認為州內閣應該主動探討 本月16日 賓州警方在日落洞突擊一間 網絡賭博推廣中心 逮捕四男吳女 其中三男三女 今天在1952年住家公開賭博法令 第四至EG條文下被控 一旦罪成 可被判罰款不少於5000令吉 不超過5萬令吉 以及監禁不超過3年 這6名被告都是年輕人 年齡介於24至32歲 面控時6人皆不認罪 推市最後決定讓美人以3000令吉保釋 並責定案件3月11日過堂 根據警方調查 該網賭推廣中心 每個月可以獲取100萬令吉的盈利 目標群是在澳洲和孟加拉 而員工的月薪則介於2000至6000令吉 如果你還想深入了解哪些新聞內容 歡迎留言或私信我們 也記得追蹤訂閱百合 我們下回見